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亚洲盘 我指股票了 就会重新再显现 有人说呢 还没跌到底 就是市场的动荡还没到底 在过去时间里40多年 英国跟欧盟完全是一体的 它的日常生活 它的每一个人的具体的家庭生活 工作 学习 都与欧盟是一体的 骤然离开 特别是年轻人 切断了自己很多 他在正常仕途中 生活中和甚至他的家庭的起步中 都被切断了 所以这是会碰到一些具体的事情 而欧洲本身在这个背景之下 包括法国 荷兰 都可能会出现要离开欧盟的公投的概念 可能会的 别看是法国和荷兰都是当时欧洲共同体的缔造国之一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一种纷争的场面 但是有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北非的极端的信仰者造成的人类灾难变向的涌入欧洲大陆 而欧洲大陆面对这样极端的信仰者 那选择不同 出现了根本的冲突 对吧 看似是英国的首相 他自己的一次政治上的失误 但是在我的眼睛里 他在展现着人类历史当中 非常变更巨大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么一个开始 那至于欧 这个英国离开欧盟 它到底有什么意义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 文章题目这么说 投票容易 摆脱欧盟却难 英国公投的下一步 我觉得他这里介绍了一些相关的 特别法律上的常识 和真正我们能知道他面对的真实的一面 英国必须把自己希望脱离欧盟的愿望 以书面的形式 正式通知另外27个欧盟成员国 那什么时候做这事不知道 因为现在的首相明确提出 10月份他辞职 他只做到10月份 那他不会做这件事情 他不会做的 对吧 所以就得等下一个英国首相 应该是愿意离开欧盟的 成为首相的人 他才做 如果不是一个愿意 离开欧盟的人 他还可以往后拖的 这事非常有趣 英国的公投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因为英国的下院必须授权首相 向布鲁塞尔正式提交退出欧盟的声明 那授权哪位首相 目前不清楚 而目前的下院呢 将近70%的议员是反对退出欧盟的 那这件事情就变得很特别 英国公民有权利 行使他的权利 造成了这种轰动 而英国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 是这个政体所富有的 而同时这个政体的法律 又赋予了议员们 这些明显出来的议员们 他相应的一些法律权利 对吧 所以真正执行起来 我们看到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 我们只能说相对而言 公平的社会中 各自有各自的权利 各自又有各自被这个政体 本身的约束的部分 所以来求得最大的平衡点 第二个 欧洲理事会剩下的27个成员国 授权欧盟 就英国退出欧洲的形式的协议 与英国进行谈判 所以这里面叫里斯本条约 这是当初的退出机制的条约 那如果实现这个过程的话 成千上万的法律规定和金融关系 在审查之后 那都有着相互的关联 所以它涉及到英国在欧盟40多年里 相关的所有的法律条约 向彼此的协议 彼此的承诺 要很重新审理的 那是需要时间 与此同时 英国与欧盟间的相关未来的关系的谈判 刚刚开始 一种可能性是签订一个附加免税协议的协议书 还有一种可能是英国会效仿挪威 瑞士 列治敦士登 冰岛 加入欧洲自由联盟 所以英国离开欧盟 但是呢 它与欧洲之间的整个的关系和欧盟的关系 它有不同的选择 所以这都需要一个时间去选定的 第三 在过渡期间 英国驻欧盟的议员的地位 要必须澄清 因为欧洲在欧盟议会当中是有议员的 在英国 所以他们可能继续在布鲁塞尔工作 一直到他们的终身合同结束 那英国可能还得为这些欧盟议员支付养老金 73名英国驻欧洲的议员可以享受表决权 那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一种身份的概念 英国需要重新启动与它主要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 缔结条约 大概需要七年到十年的时间 那如果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 我们就会看到 这是一个作为英国公民表达权利的 一人一票的一个直接表现 而这个表达权利的本身 却与英国本身的政体和欧盟整个本身的政体 又直接相关 它表现了人心所向 但是在政体的实际操作当中 又有着巨大的这种困难 和真正实际的事情需要做 它同样需要时间 所以给我的体会就是 英国表达了自己的权利 那它的实际效果会出现 英国今天的政府 在现实最现实的概念当中 如果是因为难民问题的话 也就变相地终止了英国去履行 欧盟相关的难民政策 变成了它真正实效作用 它可以拖下去 拒绝执行 欧盟的难民政策 拒绝接收 那些来自于极端信仰者 极端信仰的那些国度的难民 但实际的操作 退出欧盟的操作呢 又是变得相当的困难 对吧 所以变成了英国人投票 有着它非常现实的实际作用 而真正和它本身的人的权利的表达 而它带来的其他相关的影响呢 却是对欧盟本身的撕裂 因为欧盟成员国当中 具体的成员国会有办法 来对付欧盟的某些政策 而这个办法会使得欧盟本身出现撕裂 所以再次让我看到 在某些预言当中 欧洲本土出现裂变 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 很清晰的一个概念 好 lympia 自由 空音 藏 而对英国本身的冲击呢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BBC讲的 伦敦可能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法国央行行长明确讲 在英国公投决定离开之后 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银行和金融业 将失去主要的欧盟市场 这将意味着 它将失去现有的国际金融中心 那可能是可能不是 因为它确实是 当它不是那个身份的时候 它就有问题了 很多人认为金融中心会向巴黎 或者这个布鲁塞尔 乃至这个德国的法兰克福来移动 那取决于主要的这个大的银行 它大投资机构 他们之间的选择 而作为英国知名的经济学人 这个人叫梁思 他是支持脱离欧盟的 他认为想取代以伦敦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太容易 原因就是说 很多以伦敦为中心的银行和金融企业 可以为欧盟境内的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的客户提供 毫无缝隙的跨国服务 被称为金融护照 所以金融护照 它是一种跨越地域的 而现在就在做 现在也就在是这么执行的 所以已经超越了所谓一个地域概念 就是今天做的一切都是跨时空的 而不是我们原来想象 这个地方没了 它就如何如何 当然我相信这是不同人 站在不同的角度 对于这件事情的解释 而索罗斯呢 美国著名的投资家 在八十年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就是他在成功地利用了英国 乃至可能当时英国与欧盟之间的 这种金融上的距离 他曾经成功地阻击了英镑 十个小时 把这个英国的中央银行给打败了 我印象当时挣了十个亿 这个十个亿是二十个亿 所以这是当时索罗斯最出名的 一个一件事情 而索罗斯呢 在这件事情的表达 表述当中认为呢 欧盟会解体 他的解体的过程 他的原因就是 他英国人的选择对欧洲本土的冲击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件事情你不用注意在英国本身 而真正被打击的是欧洲 欧洲的本土 欧洲的本土和对欧洲人 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冲击 未来的冲击的影响力 心理的冲击 人性上的冲击 生命上的冲击 而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层面的冲击 所以我自己认为 关键的问题 就是在这历史的时间轴当中 发生了这件事情 在应对着命运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个体人的生活的概念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